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知道這一次的股災有多慘嗎 肺炎疫情讓全球都失控了 所以呢股市都跟著崩跌 股神巴菲特或者全球最大的 對衝基金喬水了 多少少都有点受伤 没想到这个大咖敢买股票 威良来请上来 避险基金大咖 听说最近砸了25亿美元 买美股 他叫做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创办人 比尔·艾克曼 但不太认识 抱歉 他说他很重要 第二件事情 我要请威良继续追了 这个是苹果的 这个美国USTR USDR是美国贸易代表署 同意豁免苹果Apple Watch的关税 所以美国的Apple Watch 苹果的Apple Watch 卖到中国大陆就不用再读关税了呢 谁这件事情的来龙去卖呢 待会为何再帮我追这个 没问题 先来介绍这个大咖 好 那艾克曼他毕业于哈佛 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 其实就是人生胜利组 头脑非常的好 那过去他也公开讲过说 他很感谢巴菲特 因为他主要的投资观念跟哲学 其实是施法于巴菲特 好像他被封为小霸菲特 对他向他学习 所以我们大概从这边就知道 他应该在他的脑海里 是带有这种价值投资的观点 这个好 那在2004年的时候 他创立了目前这家 避险基金的这个管理公司 那目前的规模 大约是达到65亿美元 其实以Hedge Fund来说 这个不算特别大 但也不小 但值得留意的是呢 因为他最近呢 进场加码买股票25亿美元 所以我用这两个数字让大家对比 就65亿美元的资金里面 他拿25亿出来进场买股票了 你就知道他这一次的进场抄底 其实是很果决的 将近三分之一观众朋友 对 三分之一超过 他这个抄底的动作 值不值得我们来参考 那当然就跟他过去的战绩有关 那这档基金其实成立以来的 年化的报酬率跟累计的报酬率 都非常的惊人 如果以总报酬来说 2004年到2019年 大概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 他的累计总报酬率 是达到了716.7% 那同一个时间 七倍多 七倍多 他这么会赚 对 那大家可能想说 可是美股很强嘛 一直涨 所以没关系 我们直接跟S&P500来做比对 同时间呢 S&P500呢 其实是只有涨了2.6倍 那所以我们转化为年化报酬率 就每年的报酬率 他可以达到14.4% 这一个基金大咖 对 遥遥领先的S&P 年化报酬率大概是8.6 换句话说 艾克曼他的操作绩效 赢过美股大盘 赢过很多 对 赢很多 而且是多空状况之下 他都能赢 等一下 我先问一下 通常我认识的避险基金大咖 像对冲基金 桥水那些 多数都是做空 这个大咖 你说他是做多还是做空 他其实多空都做 但是就是说 在过去不管是美股在 哪一种市场的循环底下 他都能够持续的 赢过大盘 而且赚很多钱 而且最值得留意的是 我们讲他多空都做 但是他最近把避险的空单全补了 空单补掉 对 所以原本他也有空单的部位 并不是说只会做多 但是这一波暴跌下来之后 他已经把空单补掉了 好帮我来一个白板 观众朋友您知道空单补掉的意涵吗 我很厉害 我也是那个大咖 我看到美股 从历史高点 一直掉一直掉 好在这边 因为我很厉害 我有65亿美元这么大的大咖 我这个操作绩效很厉害的 因此我就在这个地方布空单 掉到这个地方我赚 再掉我继续布空单 来到这我也都赚 你看赚这么多 帮我换蓝色 可是当我赚这么多 赚这么多 一大堆的空单都让我赚钱的同时 我已经赚薄薄 不是他不想赚 不是说他佛心来着的不贪 不是 当他发现到说 这个地方好像快要跌不太下去 好像快要逐底往上的那个moment 那个讯后的同时 他就不会再加空了 他就直接空单回补 空单回补的意思就是 前面卖高 下面买低 所以空单回补 我前面布的空单 现在全部的买回来买回来 我不要再留空单了 这叫做回补 所以当很多空单回补 也容易止跌 而且更重要就是我刚刚说的 代表着这个大咖看到 快要止跌的讯号了 没错 我想其实在他的眼里 这里可能就是底部的转折 漂亮 来回到文字档接下来 对 因为他不止是把空单回补掉了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 他也进场买股票 其实这是两个动作 他有不同层次的意涵 所以他不但认为可能跌不下去 还认为应该准备要涨 那最近买进的股票 偏偏也是很多跟民生消费有关的 你看星巴克这不用解释 大家都熟 那明明现在都出不了门了 对 结果他去买星巴克 星巴克 欧美国家的星巴克是无限期关门市 对 那再来 这个是美国著名的零售的门市连锁店 那再来这个是西尔顿饭店 这些都是明显会受到目前 整个美国民众没办法出门 而导致的消费急剧降温 所带来的冲击 他买最差的这些的产业 对 所以我们从他这个动作来讲 他真的有巴菲特的那种 维基入市价值选股的概念 但是我问一下 观众朋友把它听仔细了 因为维基入市 什么叫维基入市 跌到这个地方跌的差不多 我买我当然是很聪明者 我是赢家 可是如果跌到这不叫差不多 这只跌到半山腰 还会再跌 那他就是笨蛋 所以天才跟笨蛋是一线之间 好不好 请问一下 所以它的意味着 美国股市不会再跌了吗 对 我想其实当然天底下 没有永远的赢家 但是就是说毕竟在过去 他抓这个长线的大趋势转折 真的有我们可以参考之处 因为金融海啸 08-09年的时候 它是以放空而闻名的 可是现阶段它却在这个位置做多 而且其实美股也已经来到十年线了 所以它多空都很厉害 对 所以我觉得它 它除了像巴菲特一样 懂得价值选股 那我觉得它可能更进一步的是 它还懂得多空双向 以及杠杆操作 所以它是被评为全球排名前20名的 避险的基金经理人 说实在的 我某种程度也觉得 美国股市台股 尤其台股走在前面 应该感觉快要差不多了 因为波段跌幅三成 跌的真的很大 负关力也很大了 所以如果它真的说对了 因为它觉得在空的空间有限了 包括外资的逆价差 不就多单不再追了吗 套利的空间都递减了 外资不是由卖转买吗 所以如果它对的话 哇那这一波它会赚很多 对而且我觉得补充一点 就很妙是 它除了买星巴克 买谢顿之外 它干脆直接买波科夏 波科夏什么公司呢 就是巴菲特的投资公司 所以等于呢 其实巴菲特买的那些公司 包含Apple 其实它等于也可以受惠于将来 也许Apple所产生的 跌升反弹行情 所以你看波科夏股神 它也买了苹果嘛 我们就开始追第二大题了 苹果 什么叫做那个苹果的限购令取消 其实这个限购令 上个礼拜才刚宣布的 就是因为现在担心 在苹果的中国工厂这边 如果生产没办法顺利 那到时候呢 iPhone的产量可能会有问题 因此呢原本规定 在大中华区 包含台湾 包含大陆 还有美国呢 每个人只能买两只iPhone 任何新的旧的机种 都包含在里面 对之前有这个禁令 但现在取消了 才经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呢 现在已经把它取消掉了 所以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呢 苹果最大的手机组装厂是谁 宏海 宏海嘛 富士康啊 所以代表其实宏海 现在在大陆的生产 复工的进度 应该是优于预期了 顺了哦 表示说本来上个礼拜还在担心 到底产能能不能拉上来 可是经过了这几天的调整 可能很快这个复工的进度 已经超出市场原本预期 而这个结果最清楚的 当然就是苹果 那再来呢 这个Apple Watch呢 其实也是热卖的智慧手表 那原本呢 从大陆组装完Apple Watch 要卖到美国去 要克关税 克多少呢 在去年9月的时候 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当时呢订定的规定是15% 对 当时川普说 中国大陆的东西做好之后 卖到美国市场 之前有提出最高的 那个税负是15% 对 很多电子产品 都纳入在那一波的课税当中 对 对 那不过在今年2月 中美协谈之后呢 决定把这个关税减半为7.5% 那现在呢 因应整个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 当然也是因为苹果 他主动去跟美方做申请 所以从3月20号 23号开始呢 豁免为关税降到零了 所以连中国大陆做好了 Apple Watch 对 鸿海那边代工 做好了要往美国市场 去卖的时候 现在呢 7.5%的税负 也不用缴了 不用缴了 那是不是就是 因为现在美国的内需 消费力道都不太强了嘛 你现在又让我产品 如果要克关税 那就更冲击到 我苹果的业绩 对 所以也算是川普 帮库克一个忙啰 没错 漂亮 OK 来 苹果派检查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最近这五天以来 其实法人呢 对于瓶盖的指标股 当然大部分还是站在调节 不过有少数的指标股 已经翻多了 包含像郁金光 这同样是做镜头的 那目前法人小买 那另外做PA代工的 文茂 法人也有小买 那大致上来看呢 目前其实本益比 因为不同的产业 它本益比不太相同 可是如果我们就 这些公司跟它过往历史的 本益比来说 其实大部分都掉入到 区间的下缘了 就本益比偏低了 对 OK 本益比我们上次讲过了 是它的股价 价格 除以该公司的 美股获利能力 所以我获利能力很强 我还可以赚10块 就是现在股价很便宜 竟然一直往下掉 本益比就会变得委屈了 就这样 对 所以这几天看起来呢 有一些平盖股也都在做反弹 OK 那走势比较强的应该就是郁金光 最近三天拉出了三根涨停板 我们来看一下郁金光 可是质利率有点低 对 因为其实平盖股里面 大部分大家比较喜欢 是去抓它的价格波动 资本利得的价差 价差比较大 通常配息可能不是那么好 但我们看到郁金光这边 短线上面已经展开强力的反弹了 所以它小底有见到吗 对 那 有吗 是啊 目前算是几天 三天已经不破地了 算是一个短底的形态 好 这个小底喔 再来 刚有一档红的是谁 吻帽 吻帽来 同样也可以看到走势非常接近 它也是三天不破地的一个格局 甚至呢 一般来说 现在大盘是在挑战五日均线刚站上 那吻帽其实已经也收复了十日均线了 好 说到了苹果派 我要插播一档 虽然刚刚来秀一下微良的资料里面 没有二三一七 有喔 有红感耶 哈哈 有才好咧 观众朋友 本益比可怜到只剩下八倍 观众朋友 这大盘还有十五六倍的本益比 洪凯来 关键时刻到了 外资 外资的买超前二十名 前面的洪凯外资狂卖 卖了十二天了 十二卖喔 所以外资卖多久 就卖洪凯多少天 十二卖了 今天呢 外资有卖准买 把洪凯买进来了 买了两千五百多张 所以洪凯呢 请问这个底有办法出来吗 我觉得相当有机会 这个低点应该就是近期之内的 可能最低点 你看洪凯在这边买两千五百多张 回到二三一七再瞄一下 所以洪凯如果有那么一点兴趣的 因为第一个洪凯 其实现在也可以把它视为价值股了 值率够高 本益比够低 再加上呢 这种大型全值股 它也是一样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外资虽然连卖 但是呢 这三天也没有再破低了 外资继续大卖喔 股价卖不下来喔 观众朋友 所以代表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本土的资金大户 像受险或政府基金 甚至国安基金是不是进场 那再来呢 外资卖不下去之后 通常下一个动作 只好乖乖回来买 除了鸿海之外 刚才没有列到还包含什么 台积电是今天外资买超的第一名 台积电 又来看一下外资买超前二十名 外资凝醒了唷 卖得差不多了 真的被我们昨天给讲中了 昨天居民跟盛吉都说 外资快要卖到台移有超级的 差不多了 不得超级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话 买台积电 买鸿海 刚刚的鸿海嘛 所以请问一下 外资刚刚的十二卖 转买的那一个柱状体 我要个答案就好了 因为你检查苹果派嘛 外资有卖转买的动作 本周会再延续下去吗 那个大盘 大盘外资的动作 他的买盘以您研判 本周明天礼拜三嘛 会再持续吗 我觉得几率非常的高 所以他继续买买买的话 大盘落底机会浮现啰 没错 只要美股不是在出现那种动辄 跌停垄断的情形之下 其实外资要回头开始加码台股的几率 绝对是高的 太欣赏你了 谢谢 幸好这个威良呢 一样是期限或高手 所以我最喜欢期限专家了 怎么问都问不倒的 所以这个刚刚已经追了嘛 原来那个大咖如此之有名 苹果派今天最重要就是台积电啦 洪海外资卖了十几多天 今天把它买回来了 苹果派从今天过后 会不会气色变比较好一点点呢 反响了 当然呢 这个气色一直都不太好的 就是警示股了 涨也警示 跌也警示 您说会不会交易所 应该稍微改变一下游戏规则 对我们投资会比较好 因为国际局势真的太乱了 我们怎么掌握得到呢 回来让庆龙追 其他多数时间交给月红 来追大盘了 大盘果然被我们给料中了 量缩得好 三天高过 低没破 有其意义在台股下一步声明摆